Hello 又是我Semima 今天想拍一條生活化小小的影片 和大家看看駕駛電動車的一天 上半場會去遊車河 下半場會去海洋公園 饅頭酒店 Staycation 節目豐富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好 事不宜遲 現在出發 這段影片去遊車河和 Staycation 沿路都會用下Model 3的功能 看看它如何融入生活 好 現在是丁舊出發 去了長飯吃東西 順便充電 試試V3 因為我這個星期都沒有充電 現在只剩15% 好 現在出發了 為何要來長法 一來這裡有開了無奈的V3超級充電站 二來這裡是領展場 登記了電動車優惠的八達通入場 任何消費都免3小時 不一定要充電 有份的停車場可以看下方的描述 另外除了3個V3超充 還有6個三上的Wall Connector 還有上一層有充電的中速 之前拍過段片用Standard C V3超充 最高真的有170kW 今次就試一部2021款的Long Range 看看能否去到最高的250kW 實際也有190kW 也不錯 不過留意一樣 就是20%多之前才會去到這個速度 之後會慢慢跌下來 好了 由12%現在差到97% 差不多9個字便完成了 大概一頓飯 有549公里 好 現在就出發去深淺赤石 游車行 去石澳停車場 這次我會經東碎過去 所以就走龍場道這邊 一個小時見到地圖說彩虹上橋塞車 所以就走進去深淺江 經九龍灣再上觀塘繞道 Premium Cognitivity的交通實況 是有些用的 那我們繼續行程 向東碎出發 入到隧道可以用下Auto Pilot 鬆鬆直腳 我們先去石澳那邊走一下 之後再回到海洋公園那邊 我們來到石澳了 超好幸運 剛好遇到有泊位 我們現在下去走個圈 待會再去Check in 由青衣過來石澳 走到39.3公里 耗電量是184Wh per km 照舊電容量是77kWh 由100%用到0%大約有418公里 不過這個數以我所知只是計行車 如果經常停下開冷氣 暖氣當然會低些 落到海灘才盛起現在封鎖 見到一個沒有人的石澳沙灘 不過今天天氣很好 那就拍一下風景吧 繼續下一站 去海洋公園 海洋公園 浮海的石澳沙灘 浮海的石澳沙灘 很大 很快 來到 今次的套餐包在一晚代客拍車 調低車和時刻前 開回代客拍車模式 开了之后就会锁了售饰箱 头尾盖也都用不到渡航 换言之是看不到住宅和工作地点 动力输出还会有限制 这里还有两个Destination Charger 想充电的可以跟职员讲 他们会安排 第二天就可以充满电走人 讲回package 买单1539 包豪华客房一晚 自助早餐 外卖自助晚餐 和免费代客泊车 一会大家再看外卖自助晚餐是怎样玩法 酒店分了三栋大楼 海岸、海电和海湾 中间大部分位置都是泳池 不过可惜因为疫情无开 不如上去看看房间 先看看大楼、走廊 用了很多木的元素 圆关有个位置放行李 上面有一只海豚装饰 旁边就有个衣柜 洗手间浴室 沐浴露那些都是用这只泰国品牌 用了落地玻璃设计 电动布链 水、几盒饰也是免费 窗簾也是电动 刚才和职员说了可以安排充电 不如看看什么状况 本身是青衣过来都九十几 所以充了一阵已经八十六 还有二十几分钟就充到九十了 看回他们的Walk Connector 都是三上 Model 3 可吃到尽11kW 是时候下去吃饭 刚才说过自助晚餐是外卖形式 职员会帮你夹食物到外卖盒 最后就配合一袋袋拿走 食物有沙律、芝士、火腿 刺身壽司和海鲜拼盘就要一间房一套 有中汤和西汤 还有鸡、鸭、叉烧 旁边还有热食郁、羊架、牛扒 海鲜還有牛扒 还有豆腐花。湯软。蒲蒲蒲蒲蒲 还有几款甜品和cupcake 最后还有这个旋转雪糕柜 其实都见到有些counter没开 野食种类应该比平时少 不过都够吃的 这是我们的外卖自在晚餐 基本上头半是有一份的房间 热吃的可以任务的 时间也没有走 当日的人数也不算很多 我现在可以给大家看看有些什么 在这里就有一些刺身 寿司 海鲜冻盘 嗯 好 然后 这个就是热吃了 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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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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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飽飽看看電視 不如看回自己的影片 HELLO 又是我 Samantha 駕駛了摩托四餐的第七年 其實你一年養車比起我之前駕駛的車 說得這麼快第二天 快點下去吃早餐 好棒 早上吃早餐 我配持你心最期待的是早餐 之前酒店的早餐都令我很滿意 沒多款日韓酒 有水果 乳酪 物精維他奶和一力多 不過一力多很快就沒有了 麵包裏有些小蛋糕和小小的酥 早餐不少粟米片和果汁 熱食有煙肉 雞蛋 番茄 薯餅 另外還有炒麵炒飯 點心不多 只有牛肉球和叉燒包 早餐分了時段 Check in 我早餐券時可以留意 差不多時間Check out 今次的旅程就完結了 喜歡的請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 拜拜 說多一點點 今次Staycation很滿意 之前一直都想來這間酒店 不過要不就沒有早餐 要不就不包泊車 今次就剛剛好 包涼餐泡飛 車還可以充電 自己有東西吃之餘 隻馬都有草食 其實都想說 駕駛了電動車之後 去多了一些平時不會怎麼去的地方 今集真的講到這裏 有機會再拍多些電動車的生活體驗給大家看 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